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七十三集 此时月少龙从外面走了进来 同硝烟点头招呼了一下 便对珍妮憋憋嘴 松松间摇了摇头 看着月少龙的举动 硝烟有些纳闷 而珍妮则是柳眉微微皱了皱 原来上次硝烟的清单下来 商蒙在这一个月内 开始了大量实验 采用了目前大陆上 丹药的所有炼制方法 尽且商蒙中所有顶尖炼药师出手 但是都已失败告终 虽然炼制出来的药剂 也能恢复斗气 有那么一些清灵液的味道 但是要么不能瞬间恢复 要么就只是能恢复一部分 始终无法达到 让二星斗地瞬间恢复满斗气的效果 更别说附加疗伤效果了 经过分析提炼 确认配方药材无误 这便让所有参加实验的炼药师们惊叹不已 一般来说 地支二品的低级药剂 即使没有药方 顶尖的炼药师也能分析判断出 配方而炼制出来 而如今已经有了药材的配方 竟然仍无法炼制出来 照着样品也炼制不出来 这就让不管是顶尖炼药师们还是商盟会长真不凡 都不得不感叹连连嘖嘖称奇 看来这药剂相当不简单 其炼制之法不知道有多奇特 商盟偷学药方的路 看来是走不通了 珍妮看着月少龙失望的表情 苦苦地笑了笑 转过头对萧炎说道 双公子 这血气丹虽然卖得不错 但是清灵液的需求更旺一些 利润也大一些 你看 是不是在炼制一批清灵液 萧炎闻言 眉头不着痕迹地微皱了一下 这血气丹虽然利益上少了一点 炼制起来难度 也比清灵液略大一些 但是能够更快地提升自己的炼药术 同时还能产生丹蕾 提升龙液的实力 她想了想说道 我还想再炼制一批血气丹 闻得萧炎的话 珍妮没有丝毫失望的表情 依然是那么笑盈盈的 公子炼什么都好 萧炎点点头 再度拿出清单 把卡上的钱都买药材吧 珍妮接过清单 没说什么 立即吩咐人去照单采购 有了清灵液药方的教训 珍妮此时对药方已经不感兴趣 双公子 这次的清灵液 我们准备特意举办一场专场拍卖 你觉得怎样 既然失败了就不再多想 珍妮回过身来 对萧炎说道 啊 专场拍卖 萧炎略感惊讶 她有些不明白 数量如此是少的清灵液 如何举行专场拍卖 她哪里知道 如今这清灵液 名头可是大得很 在各大势力 尤其是单店中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种完全是颠覆性的药效 闻所未闻 无不分分派来人手 联系拍卖行 想要购买此药剂 更别说还有无数的二星斗地 对伊文清灵液的旺盛需求了 可这只有两百多瓶的数量 怎么够这些人分呢 如此大的需求 又都不好得罪 因此商盟才决定 专门给伊文清灵液 开一个专场拍卖会 这样既不得罪人 又能获得多一些的利润 还能打响名头 如此一举三得的方法 商盟如果想不到 就不是商盟了 生意上的事我不懂 别暴露我身份就行 萧嫣可不想因为专场拍卖会 带来麻烦 听到萧嫣的担心 月少龙立刻便说道 老弟你放心 替客人保密是我们的义务 不过呢 这清灵液目前名头极大 想找你的人恐怕不少啊 若是有人去影子盟搜索情报 好在你在据西城还没有暴露过身份 住的地方也安全 我们商盟也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显然 商盟虽然情报网遍布全大陆 但是对影子盟的情报能力 依然不甘小觑 萧嫣文言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他没想到清灵液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自己现在的处境 还真有一些麻烦了 看来 以后得更小心一些了 说话间 650副血气丹的药材 全部置办齐全 对于这个专场拍卖会 萧嫣没什么兴趣 他现在几乎所有的心思 都在尽快提升炼药术 炼制出修髓丹上 同时对清浩然所说的 丹殿盛会也颇有兴趣 想必那盛会之上 会出现不少的炼药高手 想到这里 萧嫣热血 顿时有些沸腾起来 好久没有竞争的快感了 他将药材收好之后 与珍妮和月少龙 互相行个礼后 便走出了拍卖场 快速回到房间 闭关炼制丹药 龙翼也从塔里出来了 站在硝烟的旁边 上次吸收的丹雷 龙翼已经消化了一半 实力也突破到了二星斗地 并在塔内 成功地度过了地劫 身体的强度 比至以前又强上数倍 这对于萧嫣来说 无疑会有极大的帮助 再度开始炼制血气丹 龙翼安静地坐在一旁 萧嫣炼制的时候 他便吸收体内的丹雷 炼制成功一次 他便上去接下丹雷 如此数百次 龙翼的身体 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强悍 气息也在急速攀升着 在萧嫣炼制丹药的同时 伊文清灵夜的专场拍卖会 也如期找开了 这一天 整个拍卖行人头攒动 各大势力各路拥兵 闻讯纷纷赶来 希望能够买到这种 最近被传闻的神奇异常的药剂 拍卖大厅的拍卖台上 甄不凡和甄妮月少龙 面带微笑站立着 看着大厅门口 不断进入的人群 商盟会长亲自主持 仅仅是二品药剂的专场拍卖 这规格太高了吧 甄不凡轻昂了一声 拍卖大厅的门口 由以老者带队 走进一拨人来 面前密集的人群 竟迅速地为其让出一条道来 拍卖行的接待人员 立即迎了上去 将这拨人引到了贵宾区 没想到丹殿的老鬼也来了 甄不凡小声 自言自语道 不一会儿 衣袍上有着极为显眼的 蛇纹标记的妖族之人也到了 为首的中年人站在门口 用那双赤红色的眼眸 扫视着几乎快人满为患的拍卖大厅 商盟的接待人员赶忙前去接待 带得妖族的人进去之后 轻浩然带着魔族的乙干人也到了 身旁跟着一位身材傲人 一脸傲气和不逊的美貌女子 正是青木儿 说起青木儿 自从那天说萧炎要去聚西城之后 便提前偷偷赶到聚西城 等候在魔族的飞鸟起落点 可聚西城人流量这么大 同一个区的飞鸟起落点可不止一处 稍一不留意便错过了 青木儿并没有等到萧炎 青灵夜问世引起的轰动 自然也传到了青浩然那里 对于青灵夜这个名字 别人也许闻所未闻 但是血魔一族的二长老可不陌生 那可是老魔皇的独家绝方 当年还是二星斗地的他 就曾经服用过 青浩然断定 这一定与萧炎有关 作为魔族的领袖人物 青浩然十分清楚 这个青灵夜会给萧炎带来极大的麻烦 便亲自带人赶到了聚西城 青浩然一进大厅 灵魂之力便锁定在了拍卖台上的商门会长 甄不凡和珍妮己人的身上 这便是新人魔皇吗 珍妮被青浩然灵魂之力锁定 立即就感觉到了 是他 魔族不愧是魔族啊 灵魂之力果然了得呀 真不凡看着青浩然在贵宾区入座后 嘴角挑了挑 清言道 随后 人族真家的人也到了 今天的场面还真是不小啊 没有想到 两百多瓶二瓶的药剂 把各大势力的人都引来了 月少龙感叹一声 恐怕影子萌也有人来了 那些人可隐蔽得紧 珍妮借口说道 人流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 整个拍卖大厅人满为患 早已没了座位 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把门关了吧 珍不凡对月少龙吩咐了一句 月少龙立即快步下去 组织人关闭大厅的大门 顿时外面传来无数的 谩骂声和叹息声 这火爆的场面 完全震撼了珍不凡 就连珍妮也是没有想到 第一次火爆拍卖出去的 三十几瓶一文清零液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了如此的影响力 和市场号召力 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 出现在了伤盟的眼前 此时珍不凡暗暗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专场拍卖会在火爆的竞价 和激烈的争斗中顺利落幕 不出所料 247瓶一文清零液 被各个势力一扫而光 最低的价格 也被喊到380龙吩币一瓶 最高的居然竞价到了 490龙吩币 对一瓶二品的药剂来说 说是天价也不为过了 如此离谱的价格 对于真正想买去服用的普通人 自然是承受不起的 当然 这些势力买回去 并不是拿给弟子服用 而是像先前商萌一样 是作为样品 用来破解和实验之用的 这让萧妍狠狠地大赚了一笔 各个势力拿到清零液后 除了血魔一族 都与商萌一样 立即投入人力 展开了分析提炼复制工作 可以说 此时全大陆几乎所有的顶尖炼药师 都在研究这瓶神奇的清零液 整个大陆茶余饭后 纷纷议论的话题 也是一文清零液 商萌去的人流 似乎也因为清零液的原因 突然增大了许多 商品的销售比往常多了好几倍 几天过去 无一例外的 各个势力的努力都失败了 商萌先前拿到药材配方 尚且无功而返 何况这些势力 连配方都没有 整个斗地大陆 围绕着清零液 暗流涌动 聚西城中的丹殿内部 一座大殿里 瞬间恢复满豆器的药剂 一文清零液 二文三文 还真是神奇呀 明尘子 你怎么看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奔向一位黑炮老者 我亲手分析提炼了好几瓶药剂 成分基本可以确认 都是极低级的药材 不得不承认啊 配方很绝妙 但是什么炼制方法都用过了 这出来的药剂 怎么也达不到 瞬间回满豆器的效果 最好的一瓶 只能瞬间回满六成 更没有疗伤效果 我猜呀 这个药剂 一定有独有的炼制方法 可 叫明尘子的老者说道 嗯 继续说下去 银发老人鼓励道 斗地大陆有多少炼制手法和方法 我们最清楚了 能与我们丹店比炼药数的 有吗 药族 他们没这个本事 所以 我估计 这个药方不是现在的 哦 你的意思是 银发老人似乎领会到了什么 明尘子点点头 前段时间 帝州出现了古遗迹 有人进去了 还带出了血魔令 这事您一定也听说了 银发老人眉头紧锁 微微点着头 口中喃喃 我明白了 血魔玄黄那个老魔鬼 一定是他 是他的药方 转而立声问向另外一个人 进去的人查了吗 查了 叫硝烟 是帝州 硝族的 前不久 来聚西城了 哦 这个硝烟 应该也是炼药师 在我们丹殿考核登记没有 没有 查遍了所有名册 没有叫硝烟的 看来还没到我们丹殿来 就被商萌拉去了呀 商萌真是好手段啊 从药剂的数量上看 商萌应该还没有得到药方 立即派人去找影子萌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找到这个硝烟的人 尽可能笼络到我们丹殿来 绝对不能让他与商萌合作 若是不行 说到这里 阴法老人眼中一缕金光略过 眼神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炼药师 丹慧 阴法老人眼睛微眯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手指轻敲着桌子 片刻之后 猛地一拍桌子 丹慧 提前召开 阴法老人大声说道 顿时间大殿之中的所有人 纷纷对视一眼 随即都明白过来 若是商萌得到这个硝烟的合作 加上谁也说不清楚的 老魔皇的远古药方 凭借商萌的能量 整个丹药市场 都将会被他们夺取 这样的事情 丹殿绝对不允许发生 银法老人的目光中 此时充满了一种异样的神色